各位同學,我們現在來介紹的是第五單元 體積、容積與容量 我們使用Fresh的互動影片 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我們現在來播放這個簡單的Fresh影片 體積、容積與容量 這是容量一中深的容器 它的內部長、寬、高 各是多少公分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容器 也就是我們之前有發給大家看過的一個教具 這個教具很簡單 它是一個邊長10公分的容器 長10公分、寬10公分、高也是10公分的容器 好,那這個容器呢 它到底應該是多少的一個容量呢 它答案是1公升的容量 好,那1公升就是10公分乘10公分乘10公分 我們來看下一頁 它內部長、寬、高 多數10公分 可以放滿多少個1公分的積木 如果我們拿白色的那種小小顆的積木呢 我們來放的話 它可以放滿幾個這樣的積木呢 可以放滿幾千個1公分的積木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1公升等於1000立方公分的積木 所佔的容器嘛 好,合起來是多少立方公分 答案就是10乘以10乘以10等於1000 合起來是1000立方公分 1公升也可以說是多少立方公分 好,所以1公升也可以說 1公升也可以說是1000立方公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容器的內部編長不是10公分 可以放滿121立方公分的積木 而容器內部空間的體積成為容器 所以這個容器的容器是1000立方公分 好,那大家有沒有搞清楚呢 1000立方公分是這個東西的體積 但是這個體積也是這個容器內部的空間 所以也可以稱為這個容器內部的容量 了解嗎? 那容量所佔的體積也稱為容積 要了解嗎? 好,了解 好,繼續 這個容器可以充滿1公升的水 所以1公升水的體積是1000立方公分 好,以單位來看 1公升是容器 1000立方公分是體積 我們用名稱來區分 我再區分一次 1公升因為他用的單位是容量單位 所以1公升是容器 那1000立方公分他用的是體積單位 所以1000立方公分是體積 1公升等於1000毫公升 所以幾級1000立方公分的水是1000毫公升 以立方公分等於1毫公升 如果我們把立方公分轉換成容器的單位 它就會變成毫公升 然後我們有一個口訣 毫者千分之一言 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聽到毫公分 毫公升、毫公尺 或是毫什麼時候 意思就是那個單位的1000分之一 這樣了解嗎? 好,我們繼續往下 有一個長方體容器 內部長30公分 寬15公分 高8公分 這個長方體容器的容積 是多少立方公分 最多可以裝滿多少毫公升的水 好,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要使用一點算字 把30公分的長 乘上15公分的寬 以及8公分的高 我們可以算出內部的體積 對不對? 那這內部的體積就叫做容積 容積 容積是多少立方公分 那麼它可以裝滿多少毫公升的水 我們知道一立方公分就等於一毫公升 所以上面這裡的答案 也會等於下面這裡的答案 三十 床以15 床以8 動於 3600立方公分 體積 1立方公分的水 是1毫公升 多於體積 3600立方公分的水 是3600毫公升 有一個玻璃厚度 是1公分的水足箱 如下圖 外面長62公分 寬47公分 高41公分 這個水足箱的容積是多少立方公分 最多可以裝滿多少毫公升的水 好 那這裡就需要稍微解釋一下 有幾片玻璃的問題 它的長62公分 是包含兩片玻璃 所以 裡面呢 就是62 減兩片玻璃的厚度 所以答案是 60公分 裡面的長只有60公分 好 它的寬呢 是幾片玻璃呢 一片玻璃 兩片玻璃 雖然寬也包含了兩片玻璃 所以它的寬呢 應該47 減掉兩片玻璃的厚度 所以它應該等於45 所以它內部的寬 大概只有45公分 但是高呢 上面有沒有蓋子 我們明顯看到沒有蓋子 所以它只有底部的一塊 所以呢 這41公分只包含一片玻璃 所以呢 41-1 一片玻璃的厚度 所以它只有40公分 所以這體它內部呢 應該是60 乘上45 再乘上40 好 所以它內部空間啊 所佔有的容積 好 這樣各位大家了解了吧 好 所以這個螢幕的類型呢 它要扣掉玻璃的厚度 好 再扣掉玻璃的厚度 我先算出水族箱內部的長寬 高60幾公分 再算整個水族箱的容積 62-1乘以2等於60 47-1乘以2等於45 41-1等於40 60乘以45乘以40 等於十萬八千立方公分 水族箱的容積 是十萬八千立方公分 現在呢 十萬八千立方公分 等於十萬八千毫公升 所以最多可以裝滿 十萬八千毫公升的水 我們剛剛用動畫呢 稍微的陳述了 這個單元可能會包含的 一些內容 好 哪不知道各位了解了沒有